作词 李宗盛 一片香云霞 风飘雨霜 万朵连花中 孤独钟声 满平南路 孝在天南 夜荒苍穹 路与天空 满平南路 孤独钟声 不愿飞翔海云霞 此心无邪歌 玛丽无穷 永久守上山石 万人永俗 一珠心香 花出千文正气 祝福同生 祝愿天下太平 一珠心香 花出千文正气 祝福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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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天下太平 祝福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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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天下太平 我说宝贝 你可想死我了 快点啊 阿弥陀佛 小二 明天我去外地采货 父亲就会回来 你照顾好殿堂 请先生放心 不好 小善人果真有难 我已知道 我这就下去点话便是 嗯 小善人堂 听着 你不久将大祸临头 因你平日积德行善 不忍见你遭此厄运 故前来点话 送你四句寄语 切不可等闲对待 记住 冯桥莫亭舟 剑游及抹头 斗骨三生米 莫农年笔头 切记 切记 冯桥莫亭 冯桥莫亭舟 剑游及抹头 斗骨三生米 莫农沾笔头 李津可闸 不剑游 不剑游 也不肚游 警方 这来 真是天意啊 好险啊 要不是先生吩咐 你我都没命了 菩萨点话如何不信啊 菩萨在上 受萧某一拜 快 菩萨在上 受萧某一拜 再陪我好好乐乐 我说小孩 你家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次次采货 蒙先生照应 提前半个月就把货办好了 真是多谢了 萧先生需要什么 尽管吩咐 不必客气 尽管跟我说就可以了 今后少不了麻烦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好 在下告辞了 照辞 你还磨蹭什么呀 快点啊 我这就来 两子 两子 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娘子 我回来了 开门 快点 娘子 相公 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马上就来 快点 快开门 回来了 快 进来吧 怎么开得这么慢 怎么开得这么慢 白日得插门干什么 哎呀 相公 这几日 我身体不适 睡在床上 刚才相公敲门的时候 我睡着了 我一个福到人家在家 不把门关紧 怎么能放心呢 睡着了 怎么还有响声啊 什么响声啊 是不是听错了 相公啊 你肚子饿了吧 我就给你弄点吃的 来 先擦把热毛巾 你身体不适 你身体不适 你也太劳累了 不 你回来呀 我的病就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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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音菩萨 多谢菩萨电话 一套为难 先游戏摸头 哎 哎 这次我定要除掉那个老家伙 于是做个长久夫妻 对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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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瞧你这头油气呛人 磨那么多油做啥呀 娘子 也有所不知 算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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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谁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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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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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苦命的女儿 我苦命的女儿 你还我女儿命来 岳母大人 谁是你岳母大人啊 你别忙 你坐一坐 这门不开 护不起 半夜就你们夫妻在一起 发生这杀人之事 定是你做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她是我的妻子 我怎么能杀她呀 早知你夫妻不合 小女对你诸多不满 她曾多次对我言说 未曾想你听 你竟动了杀机呀 你怀想你了 小仙不是这种人呐 有话您慢慢说 不可打人 我要她陪我女儿命来 赶紧去报官呐 赶紧去报官呐 我要到她杀其之罪呀 我去报官 我去报官 我女儿命来 不要这 你看 让她去报吧 这案子 也总得查清楚啊 您是吗 原告吴老太 你壮告何人 我告女婿萧仁堂 你何故告她 我告她杀其之罪 有何凭据 也有 我女儿跟萧仁堂夫妻不合 萧仁堂经常回家诉苦 萧仁堂心中只有药铺 并不将萧仁放在心上 此去夫妇家事 怎会引起杀妻之案 萧仁堂外出购药两个月有余 回家第一晚与妻共诊 妻在旁边 萧仁堂怎不知凶手是谁呢 况且这夜间门已上栓 旁人是进不去的 这凶手不是萧仁堂又是谁呢 请大人验尸勘察明断 还望大人为劳父做主 吴仁堂大人 小弟验尸完毕 情况如何 速速禀报 吴氏戏被菜刀所砍 立时毕命 房前屋后 天无痕迹 当时只有萧仁堂和琪琪在室内 传道边拾到一把菜刀 正是砍吴氏所用之刀 将菜刀呈上 是 萧仁堂 你可认得这把刀吗 不认得 就是他 就是他用这把刀害死小女的 这是萧家的刀 这不是我家的刀啊 大胆 萧仁堂为害亲父 还不从事 找来 在下冤枉 吴氏确实不是在下所害 请大人明察 来人呐 在 大行 刺好 是 大人 文元吗 文元吗 大人 文元吗 大人 文元吗 быть 站在 站在 啊 嗯 嗯 看来 我是在西南岛 也罢 我就招了吧 让他刮鸭 来 大爷 你说什么 那萧先生一声行善 怎么会杀妻呢 这事儿可太奇怪了 是吗 说不定 这是个冤案 萧先生的为人 平时对谁都帮助 他怎么会杀妻呢 这绝对是嫌 可萧先生 为什么自己招任了呢 你说这不奇怪呢 刚好就是 大人 你可回来了 这个公文啊 你来你吧 我 无法写了 怎么回事 本县 方才审定 萧仁堂杀妻 正准备 呈公文 上报 却被粘住笔尖 无法下笔啊 你说此事 倒是怪不怪 莫非此案 有什么冤情不成 你去狱中 再审问一下萧仁堂 便知 多安妮 先生是萧仁堂 萧先生 你不记得我了 我就是五年前 被你救主 幸免于死的 王农啊 后来 小生考取秀才 在浙江林县 做了疏力 上个月 刚随县太爷 改到此地救祖 本想去寻找恩人 想不到 却在此 相遇 五年了 我一直在寻找恩人 想报答您的恩情啊 想报答您的恩情啊 没想到 在此相见 执行说 先生杀了妻子 有其事吗 实在是冤枉 既是冤枉 那为何招任呢 陪伍之不难来 就 唯 我命里註定 要有这场浩劫 任命吧 但就菩萨 能再次保佑我渡过难关 近来时 这先生大作念佛 不知 是啊 你有所不知 观世音菩萨 曾显胜 保我两次性命 此话何意 说来话长 一日夜里 我梦见观世音菩萨显胜 送我四句寄语 风桥莫停舟 剑油寄磨头 斗骨三生米 龙莫连笔头 我去办货 路过桥下大雨 我不敢停舟 当时一块石头砸下来 险些砸到我的头上 我幸免遇难 我回到家里 剑油洒 便磨到了头上 没想到 还是遭死狠祸 我真不理解 这后两句 是什么意思 斗骨三生米 龙莫连笔头 这话应验了 怎讲 县知府 本要行文论罪此案 不想浓墨 黏住笔尖 无法下笔 才知 此案 恐有冤情 才令我 复查此案 如此 真是 菩萨保佑了 菩萨保佑了 可斗骨三生米 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下愚本 实在是如何解释 嗯 先生先吃一点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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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斗骨出去三生米 其余的气声 不就是 康 气声康 康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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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您可认得康熙此人 当然认得 她是我家的近邻 康熙与你平时有何冤仇 平时 康熙虽然家境平寒 但与我关系很好 她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人心难测呀 萧先生 属在下先告辞了 你在牢中暂且忍耐 此案终会大白的 我先走了 那就拜托了 小人堂 你且站在一边听本宪断案 将命犯康熙押上堂来 跪下 下面跪的可是康熙 小的便是 康熙 把你与吴氏勾搭成奸 后杀人之罪 从时招来 小的不知 待人证 证人 讲你们所知内情 吴氏与康熙长期勾搭成奸 尽人所知 只瞒了萧先生一个人 萧先生回来那一天 康熙先来与吴氏在内房私混 康熙从后门跑掉 康熙 你可认得此把菜刀 不认的 证人 辨认此把菜刀 这把刀 是前年老汉为康熙所打的 这上边有老汉刻的印记 人证物证俱在 康熙 你有何话可讲 我 我 我 大行 伺候 是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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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招来 那日 小的与吴氏 浴火争盛 被姓萧的 回家 坏了小的好事 小的怀恨在心 于是我便回家 取了菜刀 去萧家杀人 想日后 和吴氏做长久夫妻 谁知 黑灯瞎火 我闻见 外面躺着的那个 头上的香油味挺浓 料定 那是吴氏 便朝里面的下手 没想到 竟杀错了人 大胆 吴氏之死 也是罪有应得 怎敢 还讲 杀错 将康熙 拉出去斩拉 小先生 你到家门 在下还有公务 就不多续了 先生逃脱此难 必有后福啊 那我就先告辞了 请多保重身体 这次全靠菩萨保佑啊 谢谢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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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消息 我去搭点水 你好好洗一下 事 那我就给你做点吃的 老伯 您坐 萧先生 您好好养一养 咱们再重新开张 对 别难过 好人自有好报 先休息 调养数日 这次 我虽免去了杀神之祸 但却感到世事无常 我决定 去连宁寺出家 无事死有余辜 改日再另娶别人就是了 何必要出家呢 我已决 平日里 几位乡亲 照顾我多年 这房舍 就给李大爹居住吧 这是 房戏 明天就请伙计给你送去 家里的鱼钱剩米 让伙计列个清单 送给四乡的受苦人 这是 还请李大爹和伙计 费心操办吧 哎呀 这怎么是的呀 哎 肖善人 想出家修佛 倒也好 就是 善人都应该归到佛门 以求正果 灰心艳势 以佛门为躲避之所 如何能修成正果呢 六根未尽 萧人堂 与佛门的缘分还未到 可他已将家中的私产 都分给了众人 如何生计呢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他自有他的去处 感谢菩萨救命之恩 萧人堂不必多礼 快快请起 你要去灵隐出家 这本是好事 但佛门不是消极闭市 而是积极入市 你结束已尽 后有天福 三日后将有喜事临门 望去荣路桥下等待 谢 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关注 不知是否等人呢 我想先生 打听一个人 过年前的今天 我带着十二岁的孩子 到此逃荒要放 可怜这一带 也是灾难严重 此日讨吃 未得一厘米 我灰心之急 想一死了之 就在这桥边 有一位先生 他救了我 还给了我很多的钱财 救了我们娘儿俩的命啊 可我不知他的性命 你在此等候多时了 你怎知他会来此呢 前几日我做了个梦 梦见菩萨告诉我 今日他会来此相见 有缘相逢 你和善人会相遇的 但不知你们找他做什么 不瞒先生 自从遇旧之后 我们娘儿俩回到老家 节衣缩食 渡过了南关 后来我忙时 下田种地 闲时支部挣钱 供儿子读书 十年寒窗 今日他入考了 一举种了炭花 被皇上授予 汉林修眷之职 过几日 静静就职 可是饮水思源 怎能忘了恩人呢 你看 这就是我儿 令兰高纵 可喜可贺 只是不知你们找到那善人 做何打算 今日找到那善人 一要拜谢救命之恩 二要邀他与我们 共赴京城 以度晚年 我看 你们不必了 他既是善人 是恩并非图报 你们不如早早收拾行装 不要误了路程为好 这先生面词口善 再说一整天了 只有这一个在桥下停留 很可能就是他 不如孩儿追上去问个端详 好 去吧 山人 汉林大人 有何吩咐 不敢当 先生不要这样称呼 我打听一下 这镇上 是否有客店 不知能不能借先生之事 住一晚上 本来在下之事 可以居住 可惜 最近蒙难 堂屋不竭 空难收留 不知何难 内人蒙难 在下孤家寡人 起居 无法照应客人 安人 受我一拜 你怎知是在下 我娘被菩萨点话 说安人最近蒙难 孤身一人 我与娘商议 若安人不嫌弃 请与我们认为亲家 共赴京城 去找 去去小事 和颜图报 哈哈哈 我本不想相认 既然是菩萨指点 我怎可为意 爹爹在上 少孩儿一拜 快快请起 实在是不敢当 实在是惭愧 快起快起 这就是咱们要找的恩人 果然是你啊 恩人 娘 咱们走吧 好 请 请 哎呀 这才是善有善报呢 因缘 因缘 前世为因 后世为原 这是萧仁堂自己种下的善因 才得的后果 凡人怎知自己的一言一行 都为自身的命运种下了因果 看着你一家人 多何美啊 咱们要摘花了 我摘了 我没摘 再摘了 就是你摘的 你摘的 我看看 你看呢 你看看吧 咱还有的 咱还有 来 真好看 龙女 善才 你们在普陀好生修炼 我准备外出走走 师父 你有准备去哪儿 带我们一起去吧 师父 带我们一起去吧 我四处走走 去去就回 你们就不必去了 不愧 没有啊 咋了啊 兄弟 给我卡住 爹啊 伐吻啊 伐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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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别慌 忽然风平浪静了 独擦保佑 独擦保佑啊 不吹啊 这下伙伐得救了 快点 快点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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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